与日方的手足无措进退失据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对日反制措施刚柔并济多管其下 在10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中 眼睛的军迷在南京军区军演的新闻里 发现了五直石攻击直升机发射火箭弹的镜头 五直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武装直升机 如今第一次在军演中亮相 可见以列装并形成战斗力 军事问题专家宋忠平回起说 作为陆战利器 一旦在掉一岛发生战事 五直石可用于武装立体多岛 中国的五直石它具备夺取低空的制空权的优势 它所携带的武器装备 除了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这种反坦快导弹 它还能够携带对空的一个制导的导弹 这样的一种武器装备的配置 在岛屿争夺战中 它可以对两栖装甲目标 可以发挥直接的一个打击的作用 作为五直石来讲的话 可以对包括鱼鹰这种直升机来进行一种打击 毕竟它自身还携带着空对空导弹 毕竟鱼鹰战机它本身在低空的话 目标也很大 很容易成为五直石攻击的一个点